最近看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说中1000万和中1000万哪个概率更高呢? 今天我们就来尝试一本正经的分析一下 我们先来计算中彩票的概率 这个比较好计算 我们以双侧球为例 双侧球规则是1-33号 这是33个红球 从中要选6个 然后1-16号16个篮球从中选1个 1等讲就是6加1 全中 我们来计算一下这个概率 首先1等奖可以有多少种组合呢? 33选6那就是C336 16选1那就是C161 总的组合数就是二者相乘 也就是C336乘以C161 相应的中1等奖的概率 也就是C336乘以C161分之1 它等于17721088分之1 约等于0.000056% 也就是大概1800万人当中才有一个能中1等奖 而且注意这个奖金其实还不到1000万 一般情况下是500万 那我们再来看是正1000万的概率是多少呢? 当然这个因素就比较多了 不像是买彩票 完全是随机行为 但是我们可以按照随机行为来估算一下 怎么估算呢? 那就是我们刨除所有的外在因素 我们按照人口比例来计算一下 就是成为千万富翁的概率是多少呢? 咱们国家拥有千万资产的人有多少呢? 根据2022年胡润财富报告的数据 截止2022年1月1号 中国拥有千万人民币资产的高净值家庭 它的数量达到了211万户 其中报告中的户是按照3人1户来计算的 14亿人口大概也就是4.7亿户 当然这个数据和第7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还是有一定出入的 根据第7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我国总人口数是14.12亿左右 然后家庭户是4.94亿 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数就是2.62人 4.7和4.94也没差多少 那我们就按照4.7亿户来计算 我们用211万除以4.7亿 结果是0.45% 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千万资产家庭的 这个概率是0.45%左右 这就意味着1000个人里面就会有4.5个人 是处在千万资产的家庭当中了 个人资产至少数量级应该是差不多的 总之如果要是这样比较的话 那么0.45%和0.000056相比 那资产1000万的概率可能要比买彩票要高多了 那为什么还会有人觉得好像是买彩票更容易一些呢? 可能这个问题就出现在时间上了 你想想 资产1000万总需要一个过程 就是我们需要付出 需要努力 更需要时间 而买彩票只需要等两天就知道结果了 貌似是更轻松一些 真的是这样吗? 那我们再来用另外一个数学指标来看待同样的问题 说资产1000万和重产1000万 哪一个数学期望更高呢? 那我们先来看买彩票 中一等奖的概率我们刚才求完了 那奖金我们要是按照500万来计算的话 二者相乘就是期望嘛 那就是0.000056×500万等于0.28 如果我们要是把这个问题放宽 就是我们考虑买彩票只要中奖就行这个期望 就是我们把所有能够中奖的期望相加起来 计算出来是0.9左右 然而我们买一张彩票的价格是多少? 是2块钱 也就是说我们参与的是用2块钱门票 但是换来的却只有0.9元期望收益的一种活动 整体的期望当然就是复制 这显然是不划算的买卖 其实所有彩票的期望大概都不会超过1 这就是庄家一定赚钱的原因 而正1000万它的数据期望是多少呢? 0.45%乘以1000万等于4万5 那我们复出的又是什么呢? 对于绝大多数人只需要复出时间就行了 恰好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 时间又是最廉价的 哪怕浪费也不觉得可惜吗? 反正时间有的是 所以几乎是0成本 再加上勤奋、努力、机遇 怎么算这个期望都是政治 所以还是不要想着靠买彩票也要报复了 脚踏实地、靠真才实学才是正道 你看这突然就升华了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我是马铃鱼,绝交真理由来 咱们下期见 拜哩拜